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于火山处在新的爆炸阶段 原本投入城镇清理工作的消防人员 只能暂停守边工作 当局也下令新列口侧的三个村落紧急疏散 同时西班牙政府也首次把拉帕马岛 列为重大灾难区提拨必要的紧急协助 过去一个礼拜熔岩摧毁了火山西侧 近四百座建筑物 连连超过一百八十公顷 还堵塞了十四公里道路 但是就在这片焦土之间 无人机见证奇迹 一栋红瓦白墙防射独自幸存 屹立在岩浆包围的孤岛间 被西班牙媒体大战士奇迹屋 据传屋主是一对来自丹美的退休夫妇 火山爆发时他们并没有在岛上 虽然目前无死伤报告 不过已经有超过七千人撤离家园 岛上最重要的经济作物 香蕉田有百分之十五岌岌可危 可能危及数千个工作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